祟。千万,主。 谢谢主,我们又能够在神的殿中聆听祂的话语。 今天我们会继续《使徒行传》的 figured Mouse 讲道。 所以我们今天会结束这个15章 然后我们会进入这个16章的起头 所以之前我们讲到这个教会 他们一同商议 要做出一些跟这个救恩的教育 相关的一些重要决策 让教会可以从根基上合一 所以现在这些的犹太信徒 跟这些的外邦信徒 他们认识了同一位的主 领受了同一个的信仰 然后奉同样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被受洗 然后属于同一个神 但是现在他们都因耶稣基督蒙恩的时候 但是很实际的人的整个两个民族 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他们的文化 其实是有很多的张力 有很多的冲突的 但现在我们也继续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虽然已经定下了 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决策 是为了让教会合一 然后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保罗要开始 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 这个跟他一起同感共苦 跟他一起被打 跟他一起辛苦地劝借 一起去许多的教会 历经各样的苦难 的这个巴拿巴 他们现在就吵起教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好像有一个 路上有一个铺陈 刚刚讲到合一 合一完你就看到 这个宣教的这个领头 巴拿巴跟保罗 他们就起争论了 我们看到 然而他们不是因着教育 而是因着一个人 但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主的工作没有因此而停止 尽管有时候我们看起来 非常的合一 但是还是难免会有一些的 意见分歧的地方 会有一些看法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会有一些的 事工上的一些冲突 一些的矛盾 有一些我们不一样的神学观点 甚至可能有时候 我们会像他们这样分开 但是成熟的事工者 是像保罗他们一样的 他们是继续地完成 主所托付他们的工作 所以从这个争论当中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反思 第一 我们人真的是软弱了 所以尽管有时候 我们看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但是突然有一些的争议的时候 大家坚持己见 都互不相让的时候 或者就要以自己的一些 主观的眼光来辩驳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造成一些的裂痕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 跟人同工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 有时候大家没有一起共事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 当真的一起更加的深入的时候 跟人家一起同工的时候 所以这个也是人常常讲 你要一起的来相处的时候 就难了 所以有时候 因为一些的事情开始潮的时候 甚至人可能会越讲越极端 甚至攻击彼此的人格 所以就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裂痕 甚至有时候人 虽然大家都是为了教会好 都是考量到这个事工的益处 但是因为一些的做法 因为一些的考虑事情的角度 都不一样的时候 但是在当中只有要达成自己的一个目的 没有去很好的去考量对方的一个立场 没有的去从对方的角度来去反思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各持己见 然后就分道扬表 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争辩的时候 尽管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理由 但是我们也要学会要给彼此一个时间 一个空间 以温柔的兴趣 劝解 尝试去理解对方的一个角度 尝试可以更深入地去问 去讨论 去沟通 如果我们彼此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解释 不愿意去听 只有心里很焦急 想要表达自己 这种就是一种你越来越学气 所以我们人原本就是有一些的主观性了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我们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背景 我们都有我们一些的局限 我们都有我们一些的成长的经历 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我现在想要达成我现在这个目的 或者有时候我们想要维护我们的一个自尊心 我们一直想要急着要证明 我是对的 为什么你这样讲 我们就很容易会去忽略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 很容易会有盲点 甚至很容易地会失去那个爱心 导致最后大家就不欢而散 所以这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保罗所讲的 就是刚才读的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的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淫秽的主题 要保守这个合一的心 所以这些的特质是相当重要的 第二 既然我们晓得人是软弱的 我们就要从神的话语不断地来得着他的眼光 所以我们人是很容易地有主观 很容易地分心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一直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一直地让神的话语来去矫正我们的眼光 我们要一直让神的话语来批判我们 所以神祂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 祂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出 所以即使同工之间有很多的分歧 像保罗、巴拿巴他们这样分裂 但是在当中仍然有上帝的一个引导 所以我们看到从一个宣教团变成了两个宣教团 其实他给教会带来的益处 其实是更大的 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他们 其实都是非常有恩赐才干的人来的 而且当他们分开的时候 他们往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在不同的地方接触了 美好的这个结果 所以虽然人是软弱 但是我们仰望主的时候 我们知道 其实神祂能够在人的软弱当中 祂的能力总是能够显得完全 所以我们要总是要再一次地要回到神那里去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反着来推 就是我们讲 反正最后都是会互相效力 所以就以此为借口 我们就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做 要分 我们就分 我们不能够这样 这样子就是我们轻忽了 神所托付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能够真的很随意地 就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来吵 甚至有争辩、打架 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所以互为肢体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的 你何必要用你自己的手来把你自己打得比青连肿 这是我们讲在一个家庭单位里面的时候 在一个家庭单位里面 父母他们双方如果夫妻之间 其中一个草莹 其实那个家最后都是受亏损的 所以我们属于一个教会 如果我们这样的去猛烈交战 我们属于同一位主 我们这样的要证明我们自己的时候 其实那是显出我们没有智慧 显出我们没有忍耐 显出我们其实没有像我们的主一样的那种的柔和谦卑 所以特别是有时候我们 为着一些的事情 无关于这个真理的教育 我们更是要谨慎 我们更是要去问 这些事情值得我们去争吵吗 还是这些其实只是一些 次要教育上的一些的差异 就好像我们教会是有着这个改革中背景的 所以有时候也有很多人 其实他们是带着亚敏念的思想的 所以在不同的这些的差异当中 不同的很多的神学观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要学着这样的给彼此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知道 人都不是那么容易地说服的 人他生长 在那个环境当中 他看他的父母都是这样 他的教会 他的老师 他的环境都是这样教导他的 他整个被灌输的那个理念 你突然你现在 在一刹那之间 你就觉得 我要拆毁你这个东西 我要改造你整个这个思想 这个是不能的 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真的去听人家 为什么你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 为什么你会那样想 你要去跟他有更多的询问 然后你要跟他慢慢地去解释 一些的细微的不同 当我们觉得 人家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讲 哎呀 不能啦 我们不能够在一起的 或者我们觉得 哎呀 又是这个人 快点闪快点闪 所以 这是一种很 不正确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们一定知道 教会 我们都是属于主的 而我们的主 是那个谦卑 柔和的那个心肠 所以盼望 如果我们 这是当中 有其他教会 你因为分裂 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在这里 可能你 仍然的是会要面对 跟教会的领袖 同工 弟兄姐妹 还是有一些的挣扎 甚至有一些的对峙 甚至有一些的 较劲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学习 忍耐 能够耐心地去听 我们都有一些的不完全 我们都有 我们主观的一些地方 但我们都 盼望我们都能够带着一个 谦卑 渴慕的心 然后我们也 感恩主 让我们 召集我们 在祂的家里面 让我们能够一起地来 彼此地劝勉 彼此地来学习 第三 即使我们人与人 会出现这些的分歧 会有这些的分裂 我们还是要 忠于 主的托付 因为 呼召我们的乃是神 所以 再一次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要将我们的眼光 不断地调整 我们知道我们的 信仰的那个对象是谁 所以 看到保罗跟巴拿巴 他们虽然分开了 可是 他们 各自地去发展 主托付他们的事工 我们看到 其实分开之后 这个神的恩 仍然是继续与 保罗同在 他在服事当中 其实 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有能力 神也 带他不断地 去扩张到 不同的新的地带 他在第二次的宣教 之旅的时候 就得到 马其顿的意向 然后就 去到希腊地带 这个菲利比教会 哥林多教会 提撒罗里加教会 都是在那一带的 而巴拿巴 带着 他的 马可 也是 往塞浦路士的时候 也建立 当地那里的信徒 所以我们在 服事当中 都难免会有 这些的不愉快 会有这些的挣扎 但我们仍然是要 继续地忠于主 所托付我们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使徒行传》15章 我们一起来读 神的话语 15章36节 好 来 我们一起读 那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 从前宣传主道的个程 看望弟兄们 景况如何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保罗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他不只是一个 教会的开创者 他不只是在那里 做一个trasplanting 他就走了 而是他也是一个 教会的牧养者 他晓得建立教会 是很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教会是需要牧养的 所以现在的 现在这个时代 越来越的年轻人 很多人越来越 都不想要生孩子 为什么 不是生孩子 而是他们想到 等下生出之后 要养大他 要养好他 要培养他的成才 所以这些是更难的 同样的教会 也需要牧养 才能够成长 当我们看到 保罗跟巴拿巴 他们建立了 这个教会之后 他们心中其实是 为什么有这个感动 就代表 其实他一直在 纪念他们 一直在想念他们 所以他想 什么时候 现在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回去 回到那个地方去 看看那里的弟兄如何 看看那里我们 细心所传扬 主的道 建立起来的教会 这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现在的 这个信仰的状况 怎样了 所以还要回去 兼顾他们 还要回去让他们 能够在信仰上 的那个根基 看他们有没有打稳 有没有坚定在 这个福音上 会不会被很多的 这些的世俗的挑战 会不会被很多的 世俗的这些的忧虑 还是被一些的 异端引诱 就离开这个福音的盼望 当我们看到 当保罗还要实行 这个伟大的心智的时候 他跟巴拿巴就吵起来了 就有了这个争论 我们读 37到39节 有意要带 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 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的一个结果就是 他们分开了 所以如果我们讲 他们保罗跟巴拿巴 当初在这个 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 他们去争辩那件事情 其实这个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小事情 所以他也没有 那么多的段落在讲解 但是我们看起来 这个他们争辩了 好像也跟这个 教义的事情 要传承下来的 这个信仰根基 好像没有什么的关联 但他们争论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 这个马可这个人 他们讲 要不要带这个马可 去第二次的宣教这里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个 是这个巴拿巴 他建议的 所以为什么他觉得 他一定要带马可去 为什么保罗 他这样坚定的 他会提出这个建议 可是保罗却不愿意 所以从巴拿巴的 立场来讲的话 圣经讲 他是一个劝慰者 所以必然他是 有那样的一个特质 可能是比较 有同理心 比较有一个怜悯心肠的 加上马可是他的表弟 跟他是有这个亲属关系 所以他自然会 盼望能够带着这个表弟去 所以我们知道 虽然他 圣经讲到他 离开了他们 就是他当初 他突然中途退场了 虽然好像还有一些的软弱 但是 这里就显出那个巴拿巴的 那种的 劝慰之子的那种的心肠 就是 可能 他那时候的一个软弱 我是需要劝慰他 我要扶持他 所以再给他多一次的机会 再给他 多一次我们 带他去这个宣教之理当中 我们好好地劝勉他 好好地让他在那个现场当中 他经历这些的服事 他慢慢地被建立起来 慢慢地 灵性可以成熟起来 但是 很明显的保罗 立刻就否定 这个巴拿巴的建立 他认为这个是很不明智的 他认为马可 在第一次宣教之理当中 就这样子离开他们 这样子的缺乏毅力 是非常的 要不得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 其实保罗他 很注重这个 宣教的事工 他对这个 宣教的工人的 要求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可能他也想到 当时候他自己 也有那样的一个挑战 但是 马可就这样地离开 造成整个 宣教团队 有一些的不方便 然后 也可能是 这个宣教团队 历经最多挑战的时候 他这样地离开 甚至有时候 会让整个 宣教团的这个士气 都受影响 所以保罗认为 马可是不成熟的 他不能够 当一个合格的 这个宣教士 所以我们看到 死无他们 一个是 比较在乎爱情 一个比较强调 这个真理的原则 所以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们会喜欢哪一个 所以 如果你是 这个马可的话 可能你当然 哎呀 还是巴拿拔 懂我的心 哎呀 还是表哥会体贴我 但是如果我们 以一个宣教团的 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重要的 一个圣工 有一些的辛苦 的时候 你就这样地 随随便便离开 是非常的 不负责任的 然后 现在你 又怎样要去 也不懂 到时候你会不会 又遇到压力 哎哟 又不能了 又退出 所以 可能他其实 不一定 他就没有考量到 这个马可 的一个状态 可能还认为 他去的时候 其实 一而再再的失败 可能会让 马可自己 心灵也受打击 对 要造就信徒 也 更是没有这个益处 所以他们 就因为这样子的事情 吵到分开 所以 这个 圣经是讲 他们的 这个是 英文的话是 sub agreement 其实他原本的话 是有讲到 他们当中的 一个争辩 其实是有 那个 情绪在当中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 其实是 非常的坚持 各自的观点 他们是 不能够退让的 所以 结果就是 他们就这样分开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起了争论之后 班纳巴就 自己 你不带 我自己来 他就这样带着 他的表弟 往 回他的家乡 这个塞浦路斯那里 所以 那时候 耶路撒冷教会就 也拆派这个 希拉跟 犹大两个人 讲到他们 是当中的先知 他们是 弟兄中的 首领 然后他们跟着 保罗跟班纳巴 来到这个安提亚 所以 班纳巴虽然 回去了 但是 我们看到 保罗 他也 继续地 带着希拉 去 做他的事工 所以我们看这个 四十节 保罗 保罗 拣选的 希拉 也出去 蒙弟兄们 把他 交于 主的恩中 基地 兼顾 众教会 所以 这个 这个希拉 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 受希拉化 希拉文化 影响的 一个犹太人 所以他也是从 耶路撒冷过来 也是当中的一个 领袖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其实会看到 当他们一起 作奸的时候 他们被 审判的时候 他们就 亮出 他们的 那个 公民权 所以他跟 希拉都是有 罗马的 公民权的 所以希拉有 很多的 这些条件 其实对 保罗的整个 宣教施工 是很有益处的 所以他们就 一起 这样的 服事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 发生了 这样子的 一个分裂 但是 看起来 这两个 宣教团 其实 他们仍然的是 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 一个进展 所以 他们这样子的 一个分裂 通常 我们 有这些的 争吵 有一些 争论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想要问 为什么他们 很吵 到底 谁讲的 比较对 我们很想要 争一个 你死我 我们通常 很想要知道 到底 谁才是对的 谁才是错的 但是我们看到 路加在这里 他没有 去把这个 责任 归咎 给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 可能这两个人 他们都有 可责之处 所以 分裂是不好的 无论 有人有 怎样的一个理由 无论我们讲 上帝能够怎样的 叫万事互相效力 成就他的美意 但是 当中 那个分裂 其实还是有人的软弱 在当中 我们不能够 总是用一些 伟大的志向来去 深化 这个分裂 所以当中 一定是有人的软弱 人 缺乏耐心 人 不够客观 不够谦顺 所造成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他现在 他跟希拉同行 然后 蒙弟兄们 把他交于 主的恩中 所以我们看到之后 其实 整个 这个使徒行传 就慢慢地 好像 把那个焦点 那个镜头 放在 保罗跟 希拉所做的 这个宣教事工 所以 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 在整个 这个宣教的 这个使命里面 其实 保罗是比较 明白神的一个心意 神也以他为中心 来开展 整个施工 要带到 希拉 要带到 这个罗马 当然 我们 这样讲的时候 也不是代表 巴拿巴 他所做的 就是完全没有果效 所以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 巴拿巴 就是 人情人义 很懂动 人情事故 只爱他自己的表弟 不管这个宣教 所以 圣经后面 就没有提他了 所以 虽然 我们知道 使得行算 没有提到 巴拿巴 但是 巴拿巴 是一个 劝慰者 他有的 那样的 一个心肠 所以 很有可能 其实他也带着 马可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让 这个 软弱的马可 慢慢地 兼顾起来 慢慢地 成熟起来 所以我们 刚才看到 保罗的最后一本书 提摩泰书 其实 就提到马可 提到 他跟提摩泰讲 你把马可带来 因为 他在这个服事 他在这个事工上 对我有益 另外我们也知道 这个马可 也是 彼得属灵的儿子 这个 马可福音的作者 所以 我们可以 合理地断定 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 当时候 巴拿巴 他 愿意给 马可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才能够 被提升 虽然 当时候 保罗觉得 他不是一个 合格的宣教士 不让他参与 但是 因着 巴拿巴的 不断地劝慰他 也 在他的 之后 他经历了 许多的历练 其实他生命 不断地被提升 所以 虽然可能 他没有成为 一个很好的宣教士 但是 他最后却 写下了圣经里面 很重要的一本福音书 而且也被认为是 第一本 这个福音书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生命 因着巴拿巴的 一个信任 其实 他才 能够在他未来的日子 成为一个 合乎主用的 一个器皿 所以在 保罗跟巴拿巴的 这个分歧当中 虽然马可是 这个 主要的 那个因素 但最后 我们看到 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 神叫万事 互相效力 叫 爱神的人 叫他的教会 得着 益处 得着造就 所以我们 也从这个 事件当中 我们知道 不要动不动 就随便地分裂 不能够 以这个经文 就来分裂 反正一定会 带来美好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 我们人不知道 我们 知道不是每一个人 其实最后都可以 走到像他们 那个地步 而且很多时候 人在分裂的时候 人 我们也一定要问 我们 你的动机 你有像他们这样 人有时候我们是 那个动机 也不对 带着私欲去做 带着血气 带着一些冲动去做 处理事情的时候 有很多 自己的一个 不成熟的地方 就会带来 很多这些反效果 最后就 不欢而散 其实这样的一个分裂 其实是 让教会 受亏损 叫主民 被羞辱 所以我们要 很谨慎地去 省思我们自己 在主面前的 那个动机 是什么 我们 为什么而分 我们是求自己的益处 还是求教会的益处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 在前面的时候 二十六节就 讲到 这个保罗跟马拉伯 其实他们是 被教会认可 他们是 为主耶稣基督人民 不顾性命的 所以他们的 那个心智 他们 为 教会所 付上 的那个代价 其实是 众人都可以 看得出来 所以 他们没有 怀藏什么 自己 私人的一些 动机 目的 要去达成 所以 即使他们 分开了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 其他的书信当中 保罗仍然是会 提到 巴拿巴 他仍然是会 敬重 他们 彼此的一个 资分 他们没有 分开 就 彼此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主也继续地 借他们的手来 造就教会 所以 保罗拣选了希腊 出去之后 他们 走遍 这个西利亚基利家的时候 也继续地 兼顾教会 继续地 完成 主所 托付他们的事工 我们 接下来去看 这个 十六章 我们一起来读 十六章 第一节 保罗来到特比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 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 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 却是希腊人 愿 都称赞他 我们就读到这边 所以 所以在我们看到 这个 提摩泰出现了 所以 这个 当时候我们 之前的时候有讲到 保罗他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 他特别是在这个 路斯德这个地方 他 被众人 拿石头打他 甚至到一个地步 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死了 然后把他拖到城外 然后 他就起来 又回到这个路斯德去 所以 很可能他 回到这个路斯德 就是因为 这个提摩泰 可能在当中 提摩泰给他 给他一个很大的印象 所以虽然 他在当中 遭受逼迫 他被殴打 但是 他仍然的是 想要去 兼顾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从这个书信当中 可以知道 这个提摩泰 他是比较 胆怯的 所以保罗就 每次跟他讲 提摩泰 神给我们的是 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你要在主的恩上 恩典当中 刚强起来 所以 他居然是 在这个宣教旨礼当中 他被打 但是 他看中这个家庭 他看到 这个提摩泰 是 很重要的 他也 在一个 很好的一个信仰家庭 他的母亲 他的祖母 可能也都有给他 一个很好的 一个信仰的教育 所以 他就决定 再去兼顾他 所以 这里有一个 让我们看到 提摩泰的一个出现 跟他的一个 特殊的背景 他的母亲是 犹太人 但是他的父亲 是希腊人 就是外邦人 所以 从背景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对这两组人 是不陌生的 他熟悉犹太背景 熟悉犹太的习俗 但是 他也是会讲 希腊话 所以 这些的条件都是 对整个保罗的宣教事工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 这里也 特别的 提到 这个提摩泰的生命 特别是 他在信心方面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信心 其实 都是有一个验证 所以 刚刚我们就 讲到 他 这个路斯德和 以歌念的弟兄 都称赞他 所以 他在这个 信德上 他有一个 好名声 所以 这个也是 当很多时候 我们去 看人的时候 我们去 挑选一些的 童工 挑选一些工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 不只是 就是 跟他相处之后 我们觉得 这个人 怎样 这个人好 我们也是 要去 听一听 众人对他的 一个看法 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 你的身份 的关系 有时候 你是领袖 人通常 很自然的 会对你 比较礼貌 对你 显出那些的 比较友善 比较热心 显出那种 比较 有信心 有爱心 但是 他跟别人 在一起的时候 是怎样的 他跟别人 一起服事的时候 是怎样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 明证 是需要的 也是非常重要 他知道 这个人 他是真的 他有面对主 他活在神的面前 他有一个 真实的信心 所以 保罗让 提摩太 加入他的团队 也可以讲 在这个 保罗的事工当中 是非常 得到了一个 得力助手 所以 宣教事工 是很挑战的 我们 看到 很多的时候 在这个 宣教事工当中 有这些 很多的 逼迫 有很多的 这些的挑战 他们也要 常常一起的 祷告 然后要 常一常的 牧养 然后 也要有一个 警觉心 这些都是 宣教工人 需要具备的 一个条件 所以如果 做工的时候 你挑 这个宣教工人 是很懒惰的 做一点点 他就 觉得很辛苦 不能动 这样子 你在做这个 宣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难 你不只要 顾当地的 那个教会的时候 你的精力 还要去推动他 等下他又 有一点 沮默的时候 你又要去 顾他的情绪 又要去 撒羊他一下 所以 就会 变得 你很难 真的 去扶持到 去兼顾到 那边的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 提摩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功人 甚至可能 他在这个保罗眼中 其实就很好的 代替了这个 马可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我们 看 第三章 保罗要带他 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 犹太人都知道 他父亲是希腊人 就给他 行了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他为他行了 隔离 所以如果我们 不明白的话 我们会很 很惊讶 为什么保罗会 为他行隔离 前面不是才讲 讲好 不需要 给人受隔离 为什么 他现在又要 受隔离 所以我们 结合整个 这个上下文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前面虽然是 前面讲到 这个 耶路撒人的 这个会议的时候 保罗是 这样子的去 争辩 一定要 一点都不妥协 一定要定好 坏帮信徒就是 不需要 受隔离 所以保罗是 很清楚 很坚定的 所以我们 上次也讲到 他斥责彼得 不让外邦人 跟这个犹太人 一样 他们已经信了 耶稣 他们已经 跟神和好了 在神面前 已经诚意 不需要 再加上 这些隔离 所以保罗很 坚持这些东西 但是 他在那个地方 他也 因为那个地方 的这个 犹太人 其实 那里的犹太人 所以他的母亲是 犹太人 但是 他的父亲 却是希腊人 所以 通常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教育 是从 他们 看中的就是 犹太人 看中的就是 哪一方 他们 跟神的 那个关系 是更清净的 就应该要 带给他们 一个 更好的影响 所以 可能 他的这个身份 也会让他 在这个 传道上 会有一点尴尬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保罗在这里 其实 他 不是好像 变来变去 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看人的行为 好像你才讲 不要这样子做 就这样子做 我们就很快下定论 为什么他的行为 将快变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去深思的话 其实保罗 他不是前后一致 前后不一致 而是 他的那个心思 还有他对真理的原则 的那个把握 其实是很清楚的 所以 他在他的 他的动机 他在他的心思上面 其实他是 有一个意志性 他是很清楚 他明白他 自己在做的是什么 而且他也明白 他在神面前 做的是 呵护上帝的喜悦 所以保罗 他跟这个 耶路撒冷的 这个主要的领袖 确定了这个歌里 不是得救的 这个宣节条件 所以已经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原则 真理的原则定出来 然后在后面 他们继继续地做这个事工 继续地接触人 所以 在这个时候 他做出了让步 为什么 因为 在神眼前 我们知道 其实 提摩泰他 受不受隔离 都无关紧要的 他受不受隔离 都能够被接纳的 但是 犹太人的眼中 不一定这样认为 所以 有时候我们讲 人讲抗门 不重要 神知道就好 但是 有时候也是要 小心这样的一个话 是不是有时候 我们要 去合理自己的 一些的方便 因为神要求我们是什么 神要求我们 爱人如己 所以 很多时候 你要明白 要考量到 人 他的整个的 一些的障碍 他要跨越的 整个 他 所接受的 那个教导 那个文化 所以 这种时候 你就要去思想 有哪些地方 其实是 我可以 做出一些退让 这一些 其实 是 无关紧要的 地方 其实 比较次要的地方 其实我是可以 做出退让 这样的退让 不代表 我们妥协 我们的信仰 而是 为了他们的员工 为了不 绊导他们 所以 提摩太有时候讲 有时候 他 跟这个 保罗一起的服事 所以我们想 如果他 要这样的服事 然后 甚至 保罗之后 要 叫他 在一个地方 继续地去做 牧羊的工作 如果 在那个地方 有那些的 犹太人 他们 尤其这些的 犹太的 犹太基督徒 那些人会怎样看 那些人会怎样讲 他们因为觉得 哎呦 这个人都 不守摩西立法了 这个人 都是 这个人是没有受隔离 这个人是外邦人 为什么我们要 听他讲 所以 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牧羊的挑战 就变得更加的艰难 因为人 一开始就 对你有一些的 偏见 人一开始 你还没有讲的时候 人家就 不想要听你讲 所以 这个 其实 我们看到 保罗 他已经 他是很 灵活的 很有伸缩性 所以好像 以前这个 戴德森 他去中国宣教的时候 其实 当时候 那个中国人 也是 对这些的 西方人 他们会 很多的偏见 然后他们会 很恐惧 看到这样子的 一个打扮 的这些的西方人 所以 我们看到 戴德森 最后他讲 他留辫子 他改换 这个中国的 这个传统服装 虽然有很多的 这些西方人 就批评他 为什么 做这样子 为什么 感觉他这样子 是好像 羞辱他们 自己的国家 这样子 但是 戴德森 他眼中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 那些的 千千万万的 中国人 他们不认识福音 他想到的是 他们 现在的一个文化 如果 我也坚持 我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 的时候 我很难传福音 给他们 所以我在哪些方面 其实我可以 做出退让 可以让我更好的 能够把福音 传给他们 甚至以后 我要去 能够 去到他们家中 去建立 他们的信仰 所以 这种 就是我们看到 保罗他对 这个 犹太的民族的 一个文化 是很敏锐的 所以他 敏锐于 那个文化 所以 他也 有一个策略 他会 想到 哪一些方面 是需要 有一些 伸索 所以 他没有让 提摩太 这样的一个 混血 的身份 成为一个 争议性的课题 没有因为 提摩太 他的父亲 是希腊人 就影响 福音的进展 所以 其实我们看到 保罗 其实他 仍然是 关注福音的 并且他考虑到的是 我这样子去 确保 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他们可以 继续地把 他们的关注 把他们的焦点 都放在这个 福音的知识上面 所以 我们看到 他在原则上 其实他是 仍然地继续 坚持这个 福音的真理 他没有改变 这个福音的真理 但是 他改变 这个福音的策略 根据他要 传福音的 这个民主 所以好像 以前 从事到 中国北京宣教的时候 也是这样 就是 当地的教会 领袖 就请他去洗礼 所以 那边是 习惯了要 进水的 但是 牧师是 长老会一个背景的 所以他们都是 以 点水礼来做的 所以虽然 牧师 也 明白 圣经 其实没有规定 一定要 真的 整个人 进到这个水中 才是真正 一一大上的手心 可是 牧师没有 就一直跟他们 整辩这个事情 而是 考量到他们的 信仰的背景 考量到他们的 益处之后 最后也是 按着他们的方式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 进水 所以 他们也 受洗了之后 其实 他们的心 也是 开心 信主 然后 心里面 也是信心 得到坚固 所以 或者有时候 我们 讲到 有一些教会 不像我们教会 这样有这个的 因而洗 所以 这些 有一些的 这些的 争议性 我们 一定要去 问 一定要去探讨 那个 那个原则是什么 所以 有些时候 为了 信徒的益处 为了 信徒 他的属灵的生命 有一些地方 我们要 有一些退让 需要有一些的 灵活 伸缩性的 一个地方 特别是 圣经没有 真的很明确的 去 有一些的 绝对命令 或者 绝对禁止的 一些地方 所以 盼望主能够 教导 我们在这方面 能够有更多的智慧 所以 我们知道 要 纯洁如歌 所以 也要 灵巧如色 可以在这些的 真理的原则上 我们 不妥协 但是 在一些的 相对的事情上 我们也可以 显出一个 肢体的爱心 所以我们接下来去看 16章 4到5节 他们各个城 把耶路撒冷和长老所定的条规给门徒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 所以 感谢神 我们看到 这里 其实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 福音很 顺利的进展 众教会的信心 越法兼顾 人数天天加增 所以我们看到 教会 其实 当它在这个教义上 一致的时候 其实人的心 明白主的恩 它就能够兼顾起来 教会 就能够兴盛起来 所以我们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讲教义 我们探讨一些 doctrine的东西 神学的观点的东西 就会 造成一些的分歧 当然 有时候的确是会 但是 只有这个教义 我们真的能够一致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能够在灵里面 真正的合一 也才能够真正的 有一个复兴 因为教会是要在 神的道上 稳健起来的 是要建立在 那个磐石上 我们也只有 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才能够兼顾 我们才能够抑制 所以这个是 唯一的能够 叫我们 同行合一的 但有时候我们觉得 同行合一就是 大家很有礼貌 大家彼此温厚 吃好没有 吃饭 这种 所以 有时候就是觉得 就是那种的气氛 很好就好 大家 看起来很友善 很相爱 这样就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气氛 其实我们会看到 有时候 你去一些的 知晓团队 你去一些的 咖啡厅 其实那里的 Uncle and Andy 也是 哎 你知不知道啊 这样子 也是很顾虑 你的一些感受 也是有时候 我们看到 你跟大家一起 喝茶的时候 也是可以聊到 很开心 但是 我们 但是教会是不能够 依靠这些来合一 教会必须要在 道上合一 必须要在 教义上 清楚 让我们 我们才能够真的 面对同一样的主 我们 要面对同一样的主 我们就需要 认识这位主 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要认识 这位主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 就是要 回到这些的教育上 回到这些的升学上 所以我们 看到 这些的 教会 宗教会 他们 只有在道上 他们才能够 得着 真正的这个坚固 所以其实 使徒行传 他也是不断地提到 这个坚固 strengthen 这个字 比方讲 在这个三十二节 犹大和希腊 用 许多的话 劝戒 安提亚的 弟兄们 兼顾他们 然后 四十一节 我们该有读到的 保罗走遍 西利亚 吉利家 兼顾众教会 众教会信心 越发兼顾 所以 兼顾 就是这样 兼顾就是 人的信心 加强了 坚忍起来了 它不容易动摇了 所以 人有了这个信心 我们重生了 但是 人重生了 它还只是一个 属灵的婴孩 所以 彼得告诉我们 要 爱慕那能使我们 的属灵生命 见长的那个灵 就是神的道 所以 一个人 他重生了之后 他还是一个 属灵的婴孩 他需要 有人兼顾他 就好像 我们看 一个baby 一个baby 是 你轻轻地推 他就倒了 但是 他 长大了 他强健起来的时候 你就推不动 他 所以 人的这个 里面 人的一个信心 也是这样 他信心还软弱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坚固 他很容易就会受伤 很容易 有一些的挑战的时候 他就 不来教会了 他就 受控告 或者 当他听到一些的 偏颇的道理 他很容易就被吸引 会很容易摇摆 他心智还没有 被神的道 坚定 所以 人信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 不断地去教导 不断地去 坚固人 当我们 我们讲到 我们教导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去问 人的 这个心 他 有真的从这个话语 得到那个力量吗 真的 他 因为神的话语 而坚固起来吗 还是 有时候 人 他只是 满足了一些的 知识 或者是 他 在教会当中 他得到了一个 情感上的一个 呵护 所以他觉得 哎呦 很开心 很安慰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 很容易 会 慢慢地 让他摇动的 这些的 很多的 有时候的 这种的 心里的 一时的热情 心里一时的 感觉 温暖 这样 是不能够叫人的 心真正得 坚固 人 一直在 变 他的 环境 也一直在 变 他心里要有一些 能够 坚定的 东西 所以 只有 神的话是 真的能够成为 我们 生命当中的 毛 就好像 船 需要那个 毛 这样 才可以让他 不会被 这个 浪 吹的 一直 动 所以 我们也只有 明白了 神的道 我们 才能够 得着 这个 确局 我们才能够 明白 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怎样地 面对主 我们要怎样地 活出我们 信仰的生活 我们在 神的面前 要怎样过一个 圣洁的 生命 我们要怎样地 去 区分 真理和 谬误的灵 所以 这些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人的话一来 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受伤 但是 如果他有 神的话语 作为根基的时候 虽然有时候 人家讲一些 很难听的话 觉得很不舒服 算生的 但是 他明白 人的那个 人性的那种的 软弱 他明白 有时候 人有一些的情绪 人有一些的偏见 他也明白 自己 也是 有罪的 有时候 也确实有一些 做得不恰当的地方 但是他明白的是 他能够仰望主 而不是 我就是这样子 我不应该 继续这样子 或者 为什么那个人 针对我 这样子 所以 他要从他的 那个 记忆当中 转向神 所以 他能够 仰望神的时候 还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才能够 仰望神 才能够靠神的恩典 去度过 所以 甚至 有一些困境 也是 他能够靠神的恩典 继续地 能够前行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 保罗他们是没有 他们宣教了 他们是没有 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而是 他们知道 他们教导到 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是 将他们 交付给神 和他恩惠的道 所以 人来到一个地步 你要 让他有一个成长 要让他有时候 经过一些的 风波 经历一些的 考验 然后 叫他 整个的灵命 慢慢地 成熟起来 慢慢地 兼顾起来 所以 如果 我们只是喜欢 一个人的 这种氛围 很开心 这个 I love you Why you love me We are happy family 这种 还是 我们讲 这个儿歌 讲了 我们通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开心 这些都是 很快过 这些都是很短暂 只有 神的话语 才能够真的 去支撑我们 度过 很多的 生命的一个关卡 所以 这是我们一定要去 问的 我们 有好好地去 喂养主的羊 我们 有没有用 神的话语 来喂养他们 我们 有没有 好好地 兼顾 神 所 教父 我的人 所以 最后我们 也从 保罗的身上 我们 学习两件事情 第一 我们 看 保罗怎样地 面对这个 真理的教育 还有 保罗他 怎样地 看重还有实践 这个基督徒之间的相爱 所以 刚刚我们讲到 这个十五章 不断地 强调这个救恩 还有这个救赎的教育 跟这个隔离的关系 我们看到 教会的分裂 是因为这些的 救赎的 神学观不同而引起 所以 我们也看到 历史历代的教会 其实也一直的 为着这些事情来争辩 所以 好像我们的这些的 念的这些 使徒信经 也是因为的 有这些的考验 所以 才会有人 才会有 忠于主道的人 他们要 定出来 一些的信条 来 来保守 信徒 让信徒有一个 规范 所以 神给我们的福音 是 只有一个 我们 常常我们很清楚地讲 除了耶稣基督 没有拯救 祂是那个唯一的道路 是真理跟生命 所以 我们的信仰 是 奔护祂的恩 也唯独印着 祂的恩典 所以 这些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看到是 由雅各 彼得 保罗 这些很重要的 神所托付他们的 使徒来 立下的 这个根基 所以 如果教会 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没有 好好地去 走在 以前的人 奠定下的 一个根基 没有好好地在 对神的认识上 好好地 装备的时候 其实是 会 慢慢地 偏离 这个神的福音 其实是 慢慢地 很多时候会被 一个世俗的文化 跟教导 影响的 所以 当我们的 我们的 事工也好 我们的生命也好 教会也好 其实要成长 我们 是需要 看重这个教育 我们是需要 在这个 教育上 严谨 所以 如果我们 接受那种的 清性主义 这个 easy believism 就是 我们 以前常常讲的 叫人来做 节制祷告 你是基督徒 感谢主 所以 只要人家 我们就讲 他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他就是主 他 心里有没有相信 你怎样知道呢 所以 他 真的有相信 他真的有 信靠耶稣基督 为他 唯一的救主 他的 生命有没有 心意更新的变化 所以 当你没有 一直带领他 一直坚固他的时候 你只是觉得 哎哟 他 填了一个卡 做了一个 绝制祷告 就 换一个 去天国的 ticket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越来越多 信徒就是 来教会 就是 圣诞节的时候 来一下 复活节的时候 来一下 然后 有些信徒就 加上一些的仪式 有些信徒就 觉得 需要有一些的 特殊的经验 要讲方言 所以 这些都是 影响 教会成长的 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 看到 这个 保罗他讲福音的时候 只有那一个福音 传这个耶稣基督 死而复活的道理 而不是 讲见证 而不是 开这些的 音乐部道会 神级特会 所以 有一些的 真理 是需要去 阐明的 罪意是什么 人 没有讲罪的时候 人怎么明白 这个恩典 有多珍贵 所以 你只有讲 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有讲到 好像 耶稣带给我 很多的平安满足 好像 圣诞老公公 给我很多祝福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 要这个福气 但是 这是 亲信主耶 所以 刚才我们也读到 人 若要跟从我 要舍己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脚 而不是 我们 只是 来 就是 要得 神的一个祝福 所以 教会在这些的方面 都是需要 不断地归正 不断地 能够 越来越明白 神的心意 越来越认识神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 他在这些的 神学原则方面 他是 很坚定的 他的 思想 是很清晰的 他的心 也是 爱教会 要 维护教会 也清楚 教会是 唯独能够 借着真理 才能够被建立起来 但是 我们也看到 他在牧养人的时候 他在 传福音的时候 他很flexible 很有弹性 他很灵活 所以 有时候我们讲到 很有弹性 很有灵活 我们就觉得 这个好像很不好 所以 灵巧 像什么 有些人就想到 创世纪那个蛇 我们看到 保罗 其实 他强调 在神面前的 无愧的良心 所以 他不是用一些 诡诈的方法 他也不是用 他的一些小聪明 要去遮盖 他一些死人的动机 遮盖 他自己的一些阴谋 而相反的 其实 他这样的一个 很灵活性的 一个做法 其实是 因为他里面 有一个充足的爱心 他明白 人的一个难处 所以我们之前 也讲到 这个雅各 他讲到 外邦人 需要 有一些的 明文的 禁止的时候 有一些的 饮食法 这些 跟外邦人的 这些的食物 需要隔开 其实保罗明白 保罗明白 这些事情 是为了 教会的一个合一 而很多时候 要合一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 做出的 一些的推让 所以 有时候 弟兄姐妹 有一些软弱的时候 有一些 不讲理的时候 甚至 暂时不能顺服的时候 我们 也是要明白 需要 做出一些推让 要 能够 迁徙 要能够忍耐 要能够 等待 神 祂所定的一个时间 所以 我们 在教会 我们还是会犯错 还是 会有一些的 不对的地方 有时候一些 自死的地方 当然 刚才我们也读到 爱是 能够遮盖 许多的罪 所以 罪有 轻重 有严重的 也有轻微的 不是 所有的罪 你的 一定要用 举例的方式 也不是所有的罪 我们都一定 都一定严重到 我们要 把那个人 定死为止 所以 这个弹性 这个伸缩性 是我们 需要去 学习的 不要一点点的 错的时候就 吵到很严重 吵到两百句上 要去分清楚 哪一些 是绝对的 哪一些 其实是 相对的 是我们可以 退让的 所以我们 也看到 保罗 他在 往这个 宣教 宣传去的时候 他也 考虑到 提摩泰的 前面的事工 就给他 行隔离 所以 不只考虑到 提摩泰的 听众 其实也考虑到 提摩泰 他所会面对的 那个难处 所以他是 非常受圣灵 引导的 他能够 分辨这个 实际 他知道 什么时候 是需要 有一些的 严谨 坚决 什么时候 是 需要有一些 弹性 所以他信心 是 非常坚固的 但是 信心坚固的人 我们看到 他显出来的时候 他的那个 心肠 是柔软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 保罗 这样的一个 服侍主的 一个仆人 他有着对 这个真理的 一个坚决 但是 他在为人 处事当中 他也能够 去提取 弟兄姐妹的软弱 他有那种的 柔和 谦卑的 那种的心肠 可以给犯错的 犯错的人 有那个机会 有那个时间 去改正 所以 盼望我们 生命堂 不仅在 我们的教导上 我们能够 坚定 我们在一些 要劝勉 要责备的地方 我们可以 坚定地 彼此 不是怕 那个 等下关系不好 而不敢讲 但是 同时我们 也 总是 爱心说诚实话 能够给彼此 空间 去成长 我们一起 祷告 主啊 主啊 感谢 祢 让我们 借着 祢的话语 借着 对祢的话语的 考察 反思 我们 认识到 祢在 保罗 祢在 历代的信徒 他们 面对各样的挑战 的时候 主啊 他们的 处理方式 他们 又 如何的 依靠祢来 胜过 各样的挑战 主啊 我们知道 唯有祢的道 能够 鉴定我们的心 我们也 唯独是 借着 依靠祢的信心 我们才能够 胜过这个世界 主 祢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 在自己的地步上 我们 不断地成长 越来越有 主祢的形象 有主祢的荣耀 也帮助我们 能够 效法保罗 如同保罗 效法祢一样 像 主祢一样的 有那种的 柔和谦卑 主啊 也 当我们 彼此的 牧养的时候 我们彼此之间 有碰撞 有摩擦的时候 主啊 我们也能够 像保罗一样 我们 不仅 怀着 严妇那样的 一个 坚定的心肠 来 责配 来 警戒人 不是 不是为了要 控告人 定人的罪 而是 要保守彼此的 纯洁 要保守彼此 在信仰上 能够 存医 主啊 我们 也在主祢的面前 真的 我们知道 我们要 不断地 省察我们的一个 行事为人的动机 主啊 我们 无论 做何事 我们是要 面对你 我们 是要 考量到主 你的 教会的一个益处 我们是 为了 避免人 被一些的 异端 被染上的一些的 污秽 而去 劝勉人 而去 警戒人 但 除了 这样子的一个 炎富的心肠 也让我们 能够 有如同 一个 母亲般 温柔的心 像保罗这样的去 体恤 去 思念 他所 用真理的道 所生的 这些的信徒 也 想念他们 如何地去 不断地 兼顾他们 主啊 你帮助我们 都能够来学习 我们能够怎样的 有主 你的心肠 我们 也像 怎样的人 我们能够 做怎样的人 为了 能够 得着他们 主啊 愿主你 继续地 用你的话语 来 坚定我们 使我们 不断地 掌性 能够荣耀 你的名 我们 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